這個走紅毯 很多人要針壓軸 死不上來 現在是怎麼樣 結束了這句 一個八點檔的演員 沒什麼可以唱歌 然後錄起來對嘴 剛才跳尖 烏溜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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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昭龍不好意思 後台又壯陽幹嘛 不曉得什麼原因 壯陽藥的廠商喜歡找我 也謝謝 很適合人家 演技師 有時候人家覺得這樣 他在喝壯陽藥的時候 他錄影錄到一半 然後我就說 不行不行 我嘴嘴來啊 我要回去找芽芽 然後就做咧 Andy是神經病的 那個高台的橋段 高台的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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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喝完喝完 然後坐坐 然後旁邊主持人在捏我大腿 就是說時間到的意思 一捏 按照事前拍好的橋段 我一捏 啊 我不動了 芽芽 我一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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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陽藥的代言 產品發表會 結束以後不是媒體要拍照嗎 就在後台這邊拍… 後來那個廠商突然拿出一個 碎到無比的 用黏土做的 假老二 假老二 陽光的工具 然後就扛出來 那個多大你知道嗎 大概從地上 大概到我的腰這樣子 哇 這麼大肌 然後說 大肌貌貌貌貌貌 後來我想說 算了 就勉強這樣子 我說你們這個留作內部資料 教育訓練用 不要摸 我說一個基本上 報紙也不會登這種照片 因為登了可能 那個地方也會打馬賽克 好啦 老闆說沒關係 內部教育訓練 我就摸著你 摸著還不行 他說這樣沒感覺 因為那個老闆 就是比較草根味那種 我說摸著不可以 沒感覺又不會怎麼樣 叫你水 你說 氣死啦 氣死 台灣國語才國語 氣死 氣死啦 你知道你平常都在氣什麼功能嗎 你就真的親 沒有也不行 這個錢真的你賺 沒辦法 我還會彈下去 衛生棉怎麼 後台怎麼亂找找 其實這個衛生棉是發生在校園 我們以前那個時候校園好多 但自從LULU出現之後 我們都沒校園了 沒有… 我現在也不主持校園了 那個時候衛生棉 是因為學校的那個 贊助商都會很多 然後他們就會說要 Push他們的東西 可是重點是要看歌手 因為那時候走校園的歌手 都是例如說什麼 曹格 然後杖杖 都是唱情歌的 然後他們就說 可是我們要那個 衛生棉要Push 對 然後他就叫他們玩那個 衛生棉拳 可是你不可能這樣 你不可能叫曹格來這邊 有事房 有事房 我房了 我房了 就不行嘛 有這種啊 對 你們是起發明的 他們的廠商要設計一些 會設計一個有事房 我房漏 然後假常醒啊 假常醒 對 然後我就說 可是這個歌手這個不適合 他就說 可是他們一定要出來宣傳 然後我就 後來就問那個經紀人說 可不可以請那個 就是曹格唱完歌 然後唱完背叛 幫我們有翅膀啊 有翅膀 後來之後就 不行 對 就是那時候就是我 這個主持人就要來 就你要玩 對 我要玩啊 可是重點是他一直 希望我們是可以 歌手跟同學互動 但有時候歌手真的就不行 這個訣竅就是不要跟經紀人溝通 特別要講 你不要跟歌手講 對 排上直接溝完 對 你就突然間來一下 曹格來 有翅膀 沒有 撤漏啊 撤漏 就是因為你這樣 你看在多少歌手 他們就說不給玉琳哥粉 你要技巧性的一個代入 對 慢慢跟歌手跟他聊 慢慢聊 女朋友幹嘛 這是體貼 會不會去買 會不會 如果有沒有可能幫女朋友 很突然會不會去買 買 你知道 那你真的有買嗎 有買 你知道什麼叫 有翅膀的嗎 慢慢聊 什麼叫家常行嗎 金鐘獎 金曲獎 那個走紅盤 概念是一樣的 我們那一件就是 很多人要針壓軸 你知道嗎 然後就很多人 所以我一直在聊天在聊天 然後最後好笑了 後來 還有一堆人在後面說 現在是怎麼樣 結束了 你已經休息了 結束了 你又沒有走到 你就不要出來 真的是 八點檔的演員 他有演一個戲 演得還滿紅的 後來就是他也去接這種 類似尾牙小小的 但是他就 所以他要先錄起來 然後錄起來對嘴 結果剛好唱的是水汪汪 所以唱到 五溜溜的眼睛 水旺旺 剛才跳漿 就是 五溜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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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五溜溜 我們一起跳看 你也跳五溜溜 然後你就唱得非常好 最近剛好接到了五溜溜的廣告 掌聲鼓勵 五溜溜 掌聲 再來熱烈一點 五溜溜來了 那再繼續唱 跳漿 有時候就遇到這種 跳在要害上面 對啊 剛好就好笑嘛 不錯耶 對啊 陳昭龍不好意思